底下一个问题 请问在家中放三十七年 应该怎样做才如法 如法不如法 实在你有没有恭敬心 有没有真诚心 有真诚心 有恭敬心 讲三十七年的仪归 好好的念一遍 那一遍你 一遍要随文入观 这个功德就无比的殊胜 不能够随文入观 那是执照文字去念 与你自己的心形不相干 这个利益很微薄 那就是耳听 心不信 身心没去做 随文入观的时候 念到的时候 他心里就进一阶去转变 那个功德大 真实利益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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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